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继续讲杨渡 后来摄政王宰峰要撒功高盖主的袁世凯 杨渡竟然拒不吵招 不写冒死相救 说你这是智慧长城啊 后来袁世凯被罢关以后 只有两个人到车站送行 一个是严府 一个是杨渡 老袁就说 哎呀哥俩厚爱 但是也别惹祸 赶紧回去吧 严父说呢 聚酒别墅 奇隐无言 嗯 说我们啊聚起来时间长 告别是很快的 我怎么能不说几句呢 杨渡呢 自地有声 别当有说 祸不住居 说祸海 那算个什么 在这个时候 其实杨渡心里 和他的老师 王凯运都认定了 袁世凯 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中国的真命天子 武藏起义以后 杨渡追随 袁世凯 作为代表之一 负责南北调停 杨渡呢 对这一帮 当年的革命党老哥们说 革命军的成败关键 在于袁相成的相背如何 袁并不打算做 曾国藩或李鸿章 所以呢 如果硬逼着他走这条路 革命军的成功的可能性 就很小了 一直说他愿意当老大就干吧 清朝就叫他歇债 就这么着 袁世凯如愿以偿 就想让杨渡担任教育总长 结果呢 杨渡坚决不干 袁世凯就说 怎么着你嫌这官太小啊 他回答说 教育闲草 我愿帮忙不帮闲 就说教育这事啊 挺好 但太具体 太啰嗦 是一种闲才 我是一个能帮大忙 不帮这种闲事的人 口气多大啊 有一天在北京城 杨渡呢 看到两个乞丐吵架 有个人就说 今天还有王法吗 这都是搞共和闹的 假如皇帝复生 一定不让你们这帮人 如此横行 哎呦杨渡一听 这话简直 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是吧 你共和制 所谓的民主 你总统啊 总理啊 总要 府院相争 那我们何不效法英国和日本呢 君主立宪呢 对吧 那皇帝 说了算 但是你不管事 是吧 管事的 哎 可以经常换 这个首相 那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写了吗 嗯 他说好 他就把这些理论 一帮 自同道合的所谓 哈哈 什么六君子啊 搞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 而这个袁世凯 其实有个心结 咱们多次说过 他老怕 老袁家活不过六十岁 所以就开始不管不顾了 索性过了皇帝 引寨说的 他就亲自提写了 旷世一柴 哎 那四个字 自成了匾额 给了杨栋 一致鼓励 说 你这 我感激 我也支持你 所以当时的情形呢 那比任何大戏都要热闹 搞了好多的情宴团 杨栋呢 自然是策划了乞丐情宴团 乞丐找来了 你说的好 而老对头呢 那个梁思仪 更狠 组织了妓女情愿团 当时呢 不少人都到阳门奔走 哎 开始呢 他还足以安排 后来不胜其烦 索性就在会客室的 那个门上写了一条 等我当了内阁总理 再来找我吧 哎呀 结果呢 其实并不如他所愿 因为袁世凯临死时候成说 杨栋误我 杨栋误我 把他当成了误事的讲干 意思是被别人利用了 所以你看他处理那么多 最后人家也称帝了 不仅没给他帝私 连那个开国元巡都没给他 只给他受了一个什么 什么那个少卿 那旁都是中卿上卿 和训世卫 还有参政院参政 这种贤子 哎 所以呢 老袁 死了以后 杨栋呢 写了个碗帘 这里边呢 很有意味啊 这么写的 共和务民国 民国务共和 百事而后 再平事欲 君县赴民工 民工赴君县 九泉之下 三福思焰 意思是民主共和 谁耽误了谁 是吧 你袁世凯 和这个立宪这件事 到底是谁辜负了谁 到时候再说吧 后来有一回呢 他去河南安阳的园林 去祭拜 哎 遇到了袁克文 二公子大大的白眼 认为这小子就是咱们 袁家的克星 你看他姓杨 牧克图啊 所以呢 还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其实咱们前面说过 再念一遍啊 朱山不是纵横财 死帮宴台四可爱 独有杨家老招讨 清明有味上坟来 要不怎么说文人相亲呢 你说人家吧 那大岁数赶着给你家拜坟 你还给人一顿数落 这事闹的啊 第二任大总统黎元宏 发布了地字祸首通缉令 杨渡同学名列第一名 在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的情况下 他只好跑去了青岛 溜到了天津 顿路了空门 跑外国猪戒去了 闭门学佛 思考和反省过往种种 他用这个虎禅师的这个名字 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寄语 在张迅伏辟的时候 以为正 太对你心事赶紧来呀 大哥们儿结果杨渡通电拒绝 说我从此批发陆山 不愿再闻试试 哎 后来果然他很快被特赦 就回到了北京 他的立场呢 转的也快 自溜一声 这回支持共和了 1922年 直奉战争爆发 孙中山借机北伐 走到一半的时候 陈炯明叛变 孙非常担心 吴佩孚趁机南下南北夹击 那这样他这个国民党军 那就崩溃了 于是他就找杨渡 说你给周选周选 杨呢就通过曹昆的秘书 哎 还是那个人 老哥们儿 夏寿田游说 请时任大总统曹昆 支持了吴佩孚 支持陈炯明的除兵计划 这样就花了一口气 活过来了 孙中山非常感激老朋友 感慨的说 杨渡可人能履行 政治家之诺言 哎呀 可人呢 就是太善解人意了 这个意思 次年的孙中山 该组国民党 准备发展杨渡路 而且说杨渡此次来归 自奸金石 兴无以往建宜 说这回啊 他比那个金字还坚硬 不要把以前那些事啊 来怀疑他 党内呢 不少人 就是反对 孙一看没招 就跟杨渡说 你写封检讨吧 叫他没话说不就完了 但杨渡拒绝了 表示 没关系 我只做事不露胆 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 杨渡呢 又给他做了个碗帘 英雄做事无他 只坚忍一心 能成世界 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己 正苍以满目 半苦苍生 半苦功 厉害 说心里话 你看这 杨渡看人看似 这次 真的没几个人能超过他 之后 杨渡到山东 张中山那里 暗中呢 彻影北伐 老张呢 不就写诗啊 什么刘邦吗 结果呢 就管这个杨渡叫小张良 嘿嘿嘿 杨渡就笑着说 哎 说汉高主 死人如碧 你只能撒狗而已 说你 怎么能跟啊 高主相比 何况我也比不了 人家张子房啊 哥俩确实挺好 他曾经劝这个狗肉将军 放过了记者林白水 差不多给杀了 也放 而且他还眼光如炬 据说在北伐寺就成语言 说官天下英雄啊 将来得天下者 非我湖南小老乡 毛泽东莫属 嗯 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 叫黄河 那歌词就他写 那歌词非常的有气魄啊 黄河黄河 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露长城关 古来圣贤 生此何干 独立以低伞 心思旷然 长城外核桃边 黄沙百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 长驱西北边 饮酒 乌梁海 策马 乌拉山 四不战胜 终不还 君坐挠催 关我 凯旋 进入了二三十年代 共产党人呢 开始活跃起来 胡锦三呢 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 就对杨渡说 您想落实无我的思想 让哪个人都成佛 那事不好操作 我可以介绍一个跟你思想差不多 但可以操作的学说 猜得着吗 这学说当然是马克思主义 杨渡在上海时呢 通过孙中山 认识了李大钊 对其人品思想十分轻浮 后来呢 李大钊出事 杨渡一方面借重 当时北洋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张世昭 杰利的周旋 另一方面 毅然绝然卖掉了 自己的公馆 一共卖了四千五百大洋 用来打点营救 奔柔呼号 发动社会各界名流 参与援救 他觉得李大钊这样的 这样的闲事大财 不能杀 最后也没有用 1929年秋 由潘汉年介绍 周恩来批准杨渡 秘密陆党 这事儿 网上都写得特别清楚 他与周单线联系 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后来呢 他利用各种 娱乐场所的应酬游乐 收集了 来自黑白两道 军政各界的 各种各样的情报 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呢 转送给新的单线联络人 谁呢 潘汉年 后来呢 潘芒 鼓上了 又派了个人来劫他 叫夏冉 岳父一岳的 他们交换情报之后 就很熟悉了 最后夏冉很震惊 哎哟 原来我这个联系人 敬言是杨西子杨渡啊 后来呢 有知情的 要好了朋友 就讽刺他 怎么着 你又投机起来了 杨渡啊 仰面朝天 长叹一声道 方锦白色恐怖 云和投机 说现在是吧 这这这都不敢公开 我这投机什么 有什么好处 说的也是 所以杨渡这个人 为什么说他的人格 值得敬仰 不是一个趋利 避害之土 有大胸怀 大抱负 大能力 确实是 有一次 杨渡和张太炎等人 在湖南军阀 赵延武家里吃饭 在座儿 还有一个历史学家 叫左顺生 以及他儿子杨公树 喝的酒过三薰 菜过五味 杨渡又谈起 他那套君主立宪 然后又开始评论了 说很可惜啊 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 以他的武功 随汉高明太何以过字 因为他不做皇帝 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他把老蒋看得比汉高主 明太主还高 但是呢 因为你没做得上 你用一个党战的弄来弄去 所以呢 你也不能成大功 你看他总有这个民主思想 寻求民主 不久 杨渡 遇居上海 他呢 有两个妻子八个孩子 大太太叫黄华 遇有两子 杨公父 杨公赵 二太太呢 徐夫人 遇有三子三女 后来他们都没有重振 都是一些专家学者 那时呢 杨渡以卖字 以及给人撰写悲文 慕自明啊 以此为生 当然 慕名者是络绎不绝了 开始呢 他是寄居在这个陆冲棚 好朋友家里 后来呢 通过陆 陆有一个自交好友 杜月笙 哎 上海他老大 但这个杜啊 他泛养片开赌场 最不差的就是钱 所以呢 送了一栋洋房给他们居住 还哪月提供五百大洋的车马费 为啥呢 他想借他的文明 哎 请他书写一些条幅啊 诗词啊 悬挂在杜公馆 或者征售友人朋友 两个人呢 也算各得其所 杜月笙有一个大管家 叫万木林 是他的这个姑姑的孩子 姑表弟 不认证 他这个名呢 还是算命先生给起的 说你啊 命中缺木 哎 起的果然是好 你说就这么一个木头木脑的 就这么发达起来 但是呢 在上海话里 这个阿木林 是骂人话 我不会说上海话啊 大概就是13点的意思 所以有一回呢 这老万 说杨先生杨先生 您给我这名字再改一改 杨顾说 这事好办呢 哎呀 说上海话这个墨 墨水的墨 跟墨 发音近似 你别叫万木林了 你叫万木林 你看万木 林成林 顿时就有了文器 是吧 上海滩 大名鼎鼎的 万木林万爷 哎 就是这么来的 杜月生呢 当然不会把张四昭啊 杨渡啊 当作一般门客 而是半师半有 所以那篇著名的 杜四家词记 就是杨渡亲自作文 郑孝旭亲自书写 算是他俩的一个 共同的贺礼 杨渡还写了一篇 杜四家词落成树 宋歌 最后可在石头上 立在碑上 而且这次大典 一共八个处 最大的就是文书处 杨渡是首席 负责全部的文书啊 总体安排 他呢任人讲义 非常感谢杜月生 所以呢 四臂公亲忙得够呛 杜呢也知道他烟瘾其大 说这么着 你们呢在边上 给他准备一幅烟具 一张烟榻啊 忙中偷闲 累了就来上几口 1931年6月9日 杜四家词举行奉主仪式 第二天为落成典礼 一共三天的庆典 共有十万之众参加 盛况空天啊 咱们以后再讲 杨渡呢 终究是年近花甲之人 又有数级 他有肺病在身 所以呢 在这个池塘落成典礼 一周以后 他呢旧病复发 而且一直腹泻不止 三个月后 即1931年9月17日 刻然常识 十年56岁 他呢怕别人评价他 当然评价他 那说法多了 是吧 那个走来啊 他们都去亲自去看他 写晚联 各门各派都有 他自己呢 给自己做了一个联 是这么写的 很简单 地道真卢 如今都成过去世 移民救国 既起自有 后来人 事事以后 杨渡被安葬在万国公墓 他呢 他呢自己有一个书房 有一个字体的脸 作为我们本次故事的结束 无六月间 无熟悉 二山庚里有书生 了 咱们 咱们 eclipse 等待命 我们下注 在小鸟里有的 都 相对